2024年釜山时兵赛开幕,中国乒乓球队在女团首战中遭遇重创,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不敌印度选手穆克吉,比分为1-3。 这场意外的失利令球迷震惊,而穆克吉则在赛后谦逊地表示,并未制定特别的比赛计划,只是全力以赴。 他对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感到喜出望外,坦言这是属于自己的日子。 这场胜利让人们重新审视印度乒乓球选手的实力,并引发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思考。 在孙颖莎与穆克吉的较量中,穆克吉展现出了罕见的实力令人大跌眼镜。 在去年杭州亚运会上,他与姐姐合作击败了陈梦邦一敌,在单打项目中取得了突出的表现。 这种横扫国拼主力的能力,让人对他的实力刮目相看。 本次时兵赛中,穆克吉凭借着正手生交,反手防护的打法再次取得了胜利,让球迷们见识到了他的过人技术。 尽管对手实力强大,但穆克吉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。 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世界排名第一选手之间的差距。 这种谦虚和实力并存的品质令人钦佩。 穆克吉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他在比赛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拼搏精神。 他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态度,让人印象深刻。 在面对强大对手时,穆克吉没有被击败的恐惧所压倒,而是敢于勇往之前全力以赴。 他直言自己的目标就是将球打回对手的球台,毫不畏惧对手的强大实力。 这种不畏强敌的勇气和决心,是穆克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。 穆克吉的胜出并非偶然,而是凭借着过人的技术和出色的心理素质。 他运用正手生交,反手防护的战术打法,凭借这种独特的技术优势,成功地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选手孙颖莎。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穆克吉并没有因取得胜利而骄傲自满。 他看到自己与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,并保持着谦逊和进取的态度。 他的成功启示着每个人,只要拥有勇气、拼搏和横心,就能战胜困难,取得成功。 穆克吉的胜利凸显出他的良好心态和拼搏精神。 在比赛中,他秉持着敢打敢听的原则,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状态。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,他并没有退缩,而是勇敢地挑战对手,进展自己的实力。 这种乐观、坚韧的心态,让穆克吉在关键时刻保持镇定,全神贯注地投入比赛,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。 穆克吉的成功告诉我们,拥有正确的心态和拼搏精神,才能战胜自己,战胜对手,赢得胜利。 穆克吉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的娴熟和心态的端正,更在于他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实力。 在攻防转换中,他运用正手升胶,反手防护的战术打法,展现出了高超的球感和应变能力。 这种敢于突破常规,勇于创新的精神,让穆克吉成为了一名独具潜力的选手。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,唯有不断超越自我,敢于挑战自己的极限,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穆克吉的胜利引发了人们对印度乒乓球选手实力的重新关注,也让人们思考印度乒乓球在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近年来,印度乒乓球选手不断展露头角,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亮眼成绩,突破了国拼主力的方线。 加纳纳赛卡然曾大胆预言,在20年后,印度乒乓球将超越中国,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人们充满期待。 虽然现阶段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,但印度乒乓球选手所展现出的实力和潜力,让人们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。 印度乒乓球选手近年来的表现令人瞩目,他们在国际赛场上频频取得胜利,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和潜力。 穆克吉击败孙颖莎的胜利,是印度乒乓球选手实力的体现,也是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的一个缩影。 加纳纳赛卡然的豪言壮语虽然有些大胆,但印度乒乓球选手逐渐崛起的趋势不容忽视, 他们正在逐渐缩小与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,展现出了迅猛的成长势头。 印度乒乓球队的崛起不是偶然的,而是来自于长期的努力和训练。 印度乒乓球队在基础设施建设,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,为选手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 同时,印度乒乓球选手积极参加国际比赛,积累经验,不断提升实力。 未来,印度乒乓球队将继续加强与国际强队的切磋交流,不断提高整体实力,争取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木克基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印度乒乓球选手的潜力,也引发了对印度乒乓球队未来发展的思考。 作为乒乓球强国,中国乒乓球队在长期的训练与积累下积累了雄厚的实力,而印度乒乓球队则正在逐步崛起,展现出了与中国乒乓球队竞争的潜力。 木克基的胜利是对实力和勇气的最好诠释。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,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、勇气和拼搏精神,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成功。 国乒在世界平坛一直处于霸主地位,球迷逐渐养成了对于比赛胜利的高期待。 苛责球员输分成为了一种习惯,甚至大比分胜利也要求是3-0。 这种心态背离了竞技规律,导致了对输球的难以接受。 从2010年的莫斯科士兵赛女团决赛输给新加坡女队到如今,国乒要求几乎是完美胜利。 这种心态是否影响了球队的发挥,值得深思。 一、中国队应当如何平衡球迷心态,保持对胜利的执着,同时接受输球的可能性。 二、国乒球员如何应对来自球迷高要求所带来的压力,保持发挥正常水平。 如果中国队早在比赛中输给印度队,将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质疑。 因为这是士兵赛小组赛阶段,结果对于晋级淘汰赛至关重要。 早输反而成为一种预防针,提醒中国队面对可能更强劲的对手时要多加小心,避免掉以轻轻带来的失利。 一、中国队如何在早期失利后调整状态,确保在淘汰赛中发挥出色。 二、对于国乒来说,如何看待输球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,化压力为动力。 印度队在此次比赛中虽不是世界强队,但表现出色,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小的困难。 印度选手艾西卡、穆克吉、巴特拉、阿库拉各自发挥出色,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实力。 这说明,对手的状态和发挥也是影响比赛结果的重要因素。 一、中国队在备战时是否应更加重视分析,研究各种特殊打法,以应对各种情况。 二、如何避免对手状态的好坏,对比赛结果的干扰,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发挥。 印度队此次对中国队造成挑战的关键在于特殊打法,中国队需要对各种特殊打法建立针对性的研究体系。 艾西卡、穆克吉、巴特拉、阿库拉等球员的独特技术给中国队敲响了警钟,提示中国队在备战中应更加重视对手的特殊打法。 一、国平教练组应如何加强对各种特殊打法的研究,提高球员的适应能力。 二、如何在备战中对不同类型选手采取不同的策略,确保比赛取胜。 在这场中印之战中,王毅迪成为中国队的最大输家。 输球对于不同球员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,对于核心主力和非核心主力球员来说,输分的接受程度可能有所不同。 在大赛中,每名球员的表现都将对球队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,需要控制住比赛节奏,确保发挥出色。 综上所述,中国队在这场中印之战中逆转获胜,背后是球队的调整和努力。 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,国平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,不断提升自身实力,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充分准备。 每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比赛结果,在备战中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,确保在关键时刻取得胜利。